小心喔 帶你搭乘 亲切笑容引导乘客上车 搭上台北市双层观光巴士 中英日韩都能通 我们车上是中英日韩文的APP导览都有 那我们的随车人员有负责韩文的 也有比较专攻于日文的部分 让所有的观光客来到这边 就像是打料自己的家乡 让他们更认识台湾 台北市的双层观光巴士 产用半路天行事 不管是晴天或雨天都可以搭乘 让民众用不同的视野穿越大街小巷 观光巴士分成两条路线 都从台北车站出发 蓝线沿路经过中正纪念堂 士林官邸以及故沟 主打历史文化 另一条红线行经大安森林公园 吸引引城跟台北101走观光路线 过去我们台湾的观光 很多是团客 不过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自由型的旅客它的素质比较高 通常它的平均发挥也比较高 可是要让自由型的旅客在台北市 可以很自由的让走来走去 一个观光巴士 只有有如飞机服务的延伸 一条机场捷运的车站 有如机场的延伸 能够帮台北把观光的品质 继续往前推 请动 剪下通车彩带 观光巴士从18号开始 扛起台北市的观光重责 票价分为4个小时 无限搭乘300元 白天玩透透500元 星光夜游400元 第一个礼拜更有两人同行 一人免费的促销措施 透过旅行社推广 已经卖出1万多张票 让国内外旅客 都能用不同角度玩台北 大家讯会 黄金铁梁家明台北报导 从命里的背景 ** 关键 在 黄金铁梁 黄金 关键 谢谢大家